奧巴馬在華盛頓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 宣布簽署新指引 加強監督美軍使用無人機 確保遵守國際法 奧巴馬說美軍在境外出動無人機追擊轟炸 是最有效的手段消滅恐怖分子 與傳統作戰相比 無人機攻擊能夠減少對美軍和當地平民的傷害 另外奧巴馬又重提推動關閉囚禁 懷疑恐怖分子位於古巴的關塔南無監獄 奧巴馬2009年出任總統時 曾經承諾一年內關閉關塔南無監獄 但一直未成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導